编织机织出来洞太大怎么办 有的宝妈反映说我们送的这种 金轮棉的毛线的话 它编织出来的洞会有点大 就比如说像这样子 它编织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拉扯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洞有点大 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毛线 是因为比较比较细一点的 就是比较中细 中细一点的 如果不喜欢洞这么大的 就是比如说你在编织帽子的时候 就觉得戴上去就觉得洞很大 你看都看得到手指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成双层的 双层的话 双层的话它就看不到 双层的话它就有点厚度 它有厚度 你看洞跟洞之间就挡住了 它就看不到 洞就不会很大 那如果说时代不喜欢这种毛线的话 那也可以去买这种 像这种 三胡龙 三胡龙毛线 或者是我们店里面卖的这种 凤与龙 这种三胡龙凤与龙毛线 那这种毛线是比较 比较厚实的 比较粗一点的 然后你看 你看它编织出来 编织出来是这种 没有洞的 编织出来是这种没有洞的 就是很厚实的 不过这种 三胡龙会比凤与龙 就是 三胡龙会比凤与龙南编织一点 因为它比较厚一点 所以不是很适合新手 新手的话可以买这种凤与龙 就是带点毛的 带点毛的这种珊瑚 那比如说有的宝妈买这种雪尼尔的 雪尼尔的 它摸起来很柔软 摸起来很柔软 然后它这个伸缩性也很强 就比如说你编织这么小一段 它一拉可以拉这么长 它一拉可以拉这么长 不过它这一款毛线的话 也是会带一点洞的 对也是会带一点洞的 那这种就是因为花纹嘛 因为它就是机器编织出来的花纹 它就长这样会带点洞的 除非你是买这种 珊瑚龙凤与龙这种才不会 但是它直接这样子放着的话 或者是像这种双层围巾 就像这种双层的 就是环制的 环制的围巾的话 它其实也是看不到洞的 看不到洞 你看像这种 这种就是金轮棉座的 金轮棉座的围巾 你看它是双层的 双层的是看不到洞的 你看就是这样子 质感也很好 就看起来质感特别好 那如果有宝妈说 看到这种 这种叫马海毛 这种马海毛是超级无敌细的 你看像这种很细很细的 其实它可以用这种编织机 合骨编织 合骨编织的话 也就是说拿两团 两团毛线 就是这样子 拿两团毛线 两团毛线 然后分别拿出它这个 这样子 两根毛线 或者是三股四股 就是说看看个人喜好 就是说你可以先编织一小段 看看看看它的密度 对不同的毛线它会有不同的效果 你看像这样子 两根毛线合骨编织 就说毛线不同就会影响它的密度 密度也就是说动大动小的问题 你看就是这样子两根同时卡到这个机器内 然后直接这样子往下编织 对你这种 如果觉得两股还是太细了 就可以用三股 就是说看机器能不能承受 也就是说转不转着动 如果转着动的话就可以 如果转不动的话 那就不能那么多骨编织了 就会说转不转着 这种方式在这里 就会让你转不转着 但是如果要转不转的 就会让你转不转着 就会让你转不转着